台南市警局妇幼队一名女警眼睛手术后状况不佳,成本性清高在犯危险人数公告时,勿将全部名册跑到妇幼队官网,结果76名性侵犯的资全都漏,前历经42天才发现市警局清兆开人平会将女警既大过调职,并以泄密罪嫌宋办。 据了解,这份性侵再犯危险公告名册,想在台南市曾犯下性侵罪的名字,出生年月日,身份证字号,地址,再犯程度,以及备注和时出监,目前所在处所,性侵案相关的资据细密一圈曝光。 据之,这名女警是特考班毕业,从仅10年,在妇幼队6年,承办性侵害相关业务已近5年,12月29日遭正峰市调查访谈,同事透露或知闯出大祸女警下傻,不时触气称真的不是故意的。 女警公称,双眼视差500度,今年6月中动刀矫正,术后感觉长皮被眼睛三痛等后遗症,且要雇两岁孩子,经常身心俱疲,自己也不敢相信会发生如此离谱的事。 市警局表示,依法每月都需公告性侵再犯危险公告人数,但该业务承办人去年11月10日上传档案时,勿将党名相近的信心再犯危险公告名册传至官网,是不可原谅的重大错误。 市警局局长黄宗仁今天召开会议讨论人事惩处,与会人员认为当事人触发情结明确,决议给予以一大过处分,同时调。 离宪职令音泄密罪前函宋台南地检署侦办,台南女警员误传76性侵犯上网42天,今早记大过送办,图鞋自台南市警察局,分享。